你咋又过来了 过来看看你 今天怎么这么多人 今天没有休息的都上班 怎么了这么多人你害羞啊 害羞啊 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 我前才一般就是三个两个人 这几下卡六七个 对啊 害羞以后就不要来了 哎呀 我这别说这几个人 就是五六十人 我都不在害羞的 你怎么了 今天又不忙了 你看 这买的啥 这买的啥呀 你看看一样一样的 先猜啊 这是什么 啥呀 做手工啊 不是啊 这个一会再说 这个是配件 这个一会再说 一样的啊 哎 这个一样的啊 不能让你看 这个 先看这个 哎呀 哪呀 准备一个买的 弹力球 哎呀 这么多 一百个嘛 然后我前两天问他 我说你喜欢什么 他说他喜欢这个 他说别的小朋友的爸爸都给他买了 我说虽然说我现在还不是你爸爸 那我还给你买一个吧 不用啊 这玩玩玩就玩没了 给小孩买的啊 他家玩具那么多 不用 小孩买的玩玩 他喜欢 看这还在抽奖呢 什么的 小孩都去洗 他 他的同学什么的都有 都是人家爸爸买的什么的 因为他爸爸也不在身边 是不是 但是我是不是 是不是得表现表现吗 这不用发钱了 发钱 哎呀 没有事 他这个玩没两天都没了 哎呀 玩吧 一百多个呢 那自己慢慢玩 没有了再给他买 哎呀 看这个 这是啥 这是那个 呃 推子 这种剃头的推子 理发器 嗯 给推子 嗯 给 干嘛给你理发呀 不是做理发 给干嘛买的 怎么发啊 在家里有啊 我都不知道家里边有 看好了这个 哎呀 充电的 对充电的 这样里有 不用给他买 我上去去 他不是在那个理发吗 然后我看他那个 也不大好用了 老是坏 动不动就坏 那个用时间长了 再给他换个新的了 不用你给他买哈 回来我给他买就行嘛 谁买不一样啊 对不对 他不一样啊 不用你买哈 哎呀 都买了 一家人 不用说两句话 对不对 那非常感谢你了 老婆 谢谢你 那你爸那也是我爸呀 对不对 那咱俩的爸 谁买不一样 那我替他谢谢干儿子 那我到明天过生日了 我想邀请你去 在哪过生日 重新邀请你去 在咱家呗 什么咱家呀 哪有咱家呀 你家我不去 我也不认识 你的那么多朋友 我一概也不认识 我没有几个 我不去 要不去饭店 反正不去你家 去哪都行 不去我家 那就要不是阿兰姐 他那个工作室 要不去饭店 你挑一个 你随便 那就阿兰姐 他工作室吧 这样是经济实惠 咱自己在家做饭 行不行 行 我都不认识呀 我去多尴尬呀 我朋友 你去干嘛呀 你早晚得认识啊 到时候咱俩结婚的时候 人家得去啊 不会问你啊 想得美 早晚都认识啊 早认识早好嘛 对不对 都是挺好的 都是比较好的 朋友啥的 我成心的 邀请你 去参加我的生日party 好不好 那你过生日 你喜欢什么礼物呀 我给你准备个礼物 你去就是最好的礼物了 还准备什么礼物啊 不用准备礼物啊 好好说话 喜欢什么礼物啊 喜欢你 把你送给我吧 别逼我了 你去了 以后我比什么礼物都开心 都高兴 你知道吧 是吗 真的 特别开心 特别高兴 现在都飞起来了 你心动 低点飞 带着孩子一块去 不带呀 不带孩子 太闹腾了 不行 太闹腾了 没有事 带着 我喜欢孩子 带着孩子去 再说吧 先上班吧 我先走 好吧 太开心了 太开心了 能不能抱着你 蹦软圈 行的 一边去吧 我走了 老师你可以穿慢点 好 拜拜 明天见 好了 拜拜 你真的爱我吗 我想得到回答 就算你说爱我 实在 变质着 谎谎 有一天 当你发觉你爱上一个 你讨厌的人 这段感情才是最要命 可是我怎么会爱上一个 我讨厌的人呢 请你给我个理由 好不好 拜托 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 不需要 需要吗 不需要吗 我来跟你研究研究 干嘛这么认真 干嘛这么认真